大家好,新手花油养胡连兰最怕的就是烂根 烂根有两个原因,一个是浇水不当,还有一个是施肥不当 浇水方法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很多了 今天呢再教大家一个施肥小技巧 如果你是新手花油,采用这种小技巧 胡连兰后期再也不会出现这个烧根烂根的情况 这个施肥方法很简单,就是在盆土里面埋上磨肥 磨肥不会受到水分和温度的影响 它是在植物需要养分的时候,根系会释放这个有机酸 然后会溶解这个磨肥,才会释放养分被蜘蛛所吸收 所以完全不用担心伤根,它还是一种高龄的缓氏肥 对于蜘蛛发根和后期开花都有非常好的一个促进效果 使用方法很简单,我们沿着这个盆边 把表层的土壤给它拨一点出来 然后再靠近根系的地方 把这个磨肥沿着这个根系撒进去 就可以了 再把这个土填回来 最好就是沿着盆边全部给它撒上一圈 这种肥我们一年用一次就可以了 非常适合一些新手花油或者是一些比较懒的花油来使用 盆土里面撒上一把磨肥 后期我们基本上不用再追肥 你的蝴蝶兰也不会长得很差 好了,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也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